歡迎收看 國防醫學委託 歡迎收看國防... 很棒喔 很棒喔 您當初也是讀國防醫學員 對 國軍人的裡面 有這麼多的官校 你怎麼會選 那都填錯了 本來要填 我以為有人很偉大的故事在後面 第一個是填錯 第二個是說 因為人在江湖勝負猶疾 因為常常怕打針 所以當一個打針的人比較安全 所以覺得 米歐科醫生有著什麼樣的吸引群呢 那你割下來包庇位 會有做紀念嗎 什麼 什麼 它是有病人都不要 變態啊 家裡有一個包庇紀念 醫生 你要幹嘛 割包庇 這都我割的 到底醫生這個職業有什麼樣的辛苦 而從醫的過程中 又會得到什麼樣的樂趣呢 想知道的話 不要錯過今天精采的國王幫幫忙 歡迎光臨國王幫忙 小童鋼 好 徐宗恆 加油 在後面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湘怡 醫生是人人稱憲的工作 收入好 地位高 但是要當一位好醫生 真的那麼容易嗎 要當一位好醫生真的也是不容易 醫生界來講 他們的競爭也是非常激烈 但是醫生呢 跟我們的關係來講 又很密切又很舒服 怎麼說呢 就譬如說很密切 因為大家都看過醫生 從小到大 都有一定要去看醫生的時候 對不對 很密切 那有疏遠的時候就是說 有的時候那個醫生的情感 跟我們不是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看過了太多的那種 生理史 對不對 或者說他們知道一些生命 這些奧秘 所以說像我們不懂 我們一句很... 慢... 醫生都是很... 很冷靜 冷靜地告訴你說 不要怕 沒有啦 那是參人 參人太殘了 那其實呢 醫生這個行業呢 也是非常恐怖的對不對 在講這個醫生到底 多恐怖之前呢 我們願賭服輸 對 黃于賢 小賢小姐呢 寫了一個焦糖美人兒 這本書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書 對 我講得越來越順了 希望大家有空所以可以去 書局把它買回家 當收藏也好 當紀念也好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缺永恆已經要買50本文 非常高 謝謝 好 今天講的是 醫生真的不是人幹的嘛 但是醫生在社會上 地位又這麼高 到底幹醫生辛苦不辛苦呢 今天我們請了很多很多 不同科系的醫生 但是只有三位 那已經很多了 對啊 不同科的 那我們歡迎 陳志佳 趙凱 李光輝 趙凱 醫生是人人呈現的工作 但在風光的表面下 他們的工作情形又是如何呢 今天的光幫請到三位醫生來幫忙 首先是現任台北中校醫院 陳志佳醫生 他可是位 院人無數的名妙科醫生 再來是現任新處國泰醫院的 趙凱醫生 專任急檢師的他 救過許多人的性命 最後是現任北投國軍醫院的 李光輝醫生 在精神科看著的他 曾經面對許多特別的病人 就讓他們三位來告訴我們 到底醫生是不是人感的喔 大家好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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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來 張醫生 大家好 大家對醫生都有一個觀念 就是... 做醫生很好談耶 做醫生真的很好賺嗎 那請問三位 怎麼會去選擇當醫科 是因為家族嗎 還是... 其實因為爸爸是在醫院 就是上班啦 他是行政人員 那其實從小在醫院玩大混大 然後看到那種穿白袍的這樣 組織衣走...很威風啊 七月看到比較怕 對... 所以說你就... 就是從小的一個... 一個夢想這樣子 那可是為什麼這麼多的科 偏偏去選一個泌尿科 其實泌尿科 它是屬於外科的一個本科 泌尿科 泌尿科是外科啊 對 就像什麼心臟外科 什麼科... 它其實是... 有的是獨立泌尿科 但有的是獨... 就叫做泌尿外科 所以我們也常常進開導房 常常在開導的 那我對開導有興趣 然後又不想要開場坡度 搞得很大這樣子 然後選一個... 滿特別的 開場坡度啦 大 那個會比較辛苦啦 就是弄個小弟弟的病 那女的病患... 小弟弟大學問 女的病患男的多還女的多 男生為主啦 男生為主 因為女生他第一個 一定想要去婦產科 所以說女生的婦產科 也就等於我們男生的泌尿科 不會喔 像女生如果說有尿失禁 他們可能有一部分人會來 泌尿科 那他們如果有發炎 旁觀發炎或尿入結石 那還是只能來泌尿科 所以說今天我們知道 泌尿科並不是男人專有 對... 大家都把它分開嘛 你女的就是... 不講科 我們就是泌尿科 對 其實不是這樣 對... 也是會有年金拉妹來啊 喔 是喔 他是來看病的 還是跟你聊天的 看病的 趙醫師當初怎麼會進醫生這行 考大學 你知道考試大概有二分之一的機緣 二分之一的實力 那我第一次考是考台中中心大學 我台中人 中心大學的時候大概 我讀了水保系 那結果讀下去呢 興趣不是很大 他這樣又喜歡交朋友 大概就搞病了 搞了兩年以後呢 搞了兩年以後呢 然後因為同學多 但考上幾個沒有幾個 可是你要知道 大家玩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沒有讀大學 你讀了大學以後 會慢慢... 好像總覺得不打嘎 你總是希望說大家一起上 後來我就當槍手 就幫他們一起來考 結果被抓了 抓了就開除掉了 開除掉我就去當兵 那當兵當了兩年 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想法 當完兵以後我忽然想到 你不要太早踏入社會 因為你太早踏入社會 你的臂子 你的基礎不是很好 那時候就找一個最長的 你知道讀醫學院要讀七年 一般大學讀四年 然後你可以在很長的時間裡面 做很好的準備 也可以早點 不要太早踏入社會 承擔那些... 那你這段時間都是用來寫歌 後來我讀台大 我就沒有再寫歌了 你是台大 我中心大學讀兩年 中心大學讀兩年 那是搞兩年變的 後來讀台大大概就讀書 那你應該也交不少女朋友吧 沒有...男朋友很多 光輝先生 您當初是... 也是讀國防醫學院 對 國軍樂裡面有這麼多的官校 你怎麼會選一個國防醫學院 那時候填錯了 我以為有一個很偉大的律師在後面 我本來想當律師的 那就是軍法院 應該...那時候應該叫做 政治作戰學校 政戰學校裡面的軍法系 或者是法律系這樣一些 那怎麼會...填錯就算了 不管 第一個是填錯 第二個是說 因為人在江湖勝不由己 因為常常怕打針 所以當一個打針的人比較安全 還算好 是... 寧願戳人家 不要被人家戳 對 這種話講得好 邏輯也不錯 你可以自己附別人 不要別人附 OK 那進入了國防醫學院之後 畢業才選科 畢業...那你怎麼會選到精神科 因為精神科 就是平常我們講話沒人聽嘛 對不對 靜神科講話也沒人聽 剛好沒人聽的人就要湊在一起 兩個太過癮了 你一句我一句 沒人講一句 我來講一句也開心的 因為很喜歡做精神科朋友的朋友 他們真的沒有好朋友 那我們有這個機會 只要把耳朵張開就有錢賺 其實還OK啦 對 當然啦 這是以玩笑話 他這樣子...這樣的耐性下去 你知道有多少人受益 讀這個醫科其實是... 滿不一樣的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 完全是不曾接觸過 那請問一下你們剛剛開始讀醫科的時候 你們印象中最深的一科那個... 科目是什麼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解剖啊那種 其實我比較深刻的是那個... 我們叫組織切片 組織切片 就是說組織切片 它就下面又會有一個這個... 活的或者死的東西 壓在那個... 它有一個名字叫跑台子 所以考試非常緊張 比如說一分鐘就... 就要換台子跑 那這到最後一個嚴重的結果 我們就是睡覺的時候 會很鬧鐘 所以早上一盯一下 上部跟下部就換掉了 他還繼續睡有沒有 這就表示大家... 這個跑組織切片就很難 所以組織切片你覺得非常難 因為它只有一分鐘的時間 讓你考慮 這個倒是什麼東西的組織 所以這個壓力很大 就到最後一段很多人的睡 那時候可能要記得很多事情 不過那一種部分是炫耀 就假設說我們到荒郊野外 知道怎麼樣活 會比較活得好一點 這樣 你現在是在玩弄我嗎 沒有... 組織切片包括動物有... 有些還包括植物 有些包括微生物的 所以它都得跑台子 那趙醫師呢 我覺得解剖課 對醫學生來講相當重要 有震撼嗎 它第一個 它必須要面對一個完全不熟悉的環境 你第一次接觸 你要馬上在短時間之內要適應去 因為你讀醫學 你必經的過程 第二個還有一個 你要知道 醫生是最自私的動物 因為他認為他能力很強 他獨立性很強 所以他不需要靠任何人 可是你解剖課的時候 一定是一組人六個到八個 不管是在屍體的整理上 或是在準備上 而且互相 你解剖的部分要教我 我解剖的部分要教你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團隊 也正好拉著這些人 本來不可能合作的 在解剖課整個下來以後 他知道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這蠻好的 可是說實在 解剖課第一次做應該是蠻... 你們還記得嗎 蠻害怕一次 有啊 因為解剖課的關係 我們曾經有人退學 我們一班是100個嘛 就有一個解剖課成這樣 他會轉型 第一堂課之後 就有人退出來了 對 他不適應的話 他就沒辦法 那請問一下 你們7月的時候 這個課會不會停掉 那倒沒有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老師他也不是說 直接把這個屍體然後放好 再彈一張 叫我們各主派人去撈 撈 他就是有一個地下的 地下的一個儲藏室 然後有一個小孔 老師就拿一個那個 很長的鐵鉤 然後這邊 然後就從那個 看不到的一個地下 駒馬鈴游泳室裡面 就 我請問一下 這些 屍體是從哪來的 他有很多 有的是就是醫院去做法醫 那可能是一些路導的 那暴斃的 無名師 無名師 那當然有少部分 有一個問題 這個是很笨的 那三位醫生都可以回答一下 女人的身體 經過你們 比如說解剖之後 或者是 或者是有一些 比較慘的婦產科之後 會不會 哎呀 女人的身體 就失去了那個 原有的那種 興趣 那種 神力的 對 這種資深的外科 對 那還好 應該是 不影響 不影響 那有沒有就是 比如說幫他看面子 身材怎麼這麼好 這樣 不會 我覺得 反而是滿 滿正統 滿學術的 我就不會那麼想 可是 在當時 在當時的注意力 不在那時候 其實 所以醫師 他們雖然是得到了一些 什麼 但是他也失去了 什麼機會 所以 張文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我們常常去 比如說打血管 他一直打不到 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他一拳 是不是 趙醫師 這個時候 回去 我現在一般來講 大家技術都很進步 他自然會自難而退 因為他 醫學在裡面的東西 還是一個經驗法則 你資歷越深 你下面就會帶小的 然後會叫他們 他會找學姐來 對 可是不是 醫生你要講公平 我們在那邊已經被他弄六七隻這樣 還沒找到 你還要換人 Oh my God 那個手指已經腫起來了 對 因為有很多人 血管不好找 確實 那還是 所以說我們去的時候 要抽血或什麼 對不起 請問你行醫幾年 沒有 執照拿出來拔一下 OK 那給你做 應該抽不到兩針到三針 他就會自動換人 他就換人 不會到六七針 他就會落老子 沒有落老子 你稍等 不好意思 我曾經有經驗是 三針以後 他就自己站起來 然後就換一個人 那通常我們還會說 對不起 今天可能運氣不好 這樣子 你們跟你配得很好 我還聽過那個護士講什麼 你這血管怎麼那麼難找 好兇喔 可能就是 我覺得因為他們在那個 壓力 因為我看多半是在急診室 可能壓力太大了 尤其是看那個榮民總醫院 那個急診室幾乎 夜市啊 每天都滿滿的 你知道 就看那個護士幾乎沒有在休息 你跑來跑去 那邊叫那邊叫 其實他們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 對不對 剛剛那個什麼主治大夫 後面跟了一票的人 他都是這樣 很酷的有沒有 就講那個不知道什麼 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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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唷 還有一個我覺得 科技 醫生一個令我無法想像 你們醫生 寫英文一定要寫到這麼 pe 就是說醫生跟護士 自己本身是看得懂 我大概自己 看第二次我也看不懂 我自己寫什麼 你這會影響到你整個那個 業績 因為有時候病患比較多 你一方面要看著病患 然後還要寫字 有時候真的對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埋一頭寫你的病歷的時候 病患又覺得你不尊重他 是 可是如果說你等他看完 再寫的時候就時間來不及 都忘記 所以要一邊看著病人一邊寫 所以總會那個字就對不起來 對…因為常常看病人 偷看醫生寫什麼 哇塞 看不懂 然後護士也很酷 OK 護士 你們是通靈嗎 這樣也了 在客戶面前要問問 要客戶放心 OK啦 試一下再問 然後就跟他打電話 你寫什麼 我們剛開始職業的時候 第一次看病人 就是我第一次幫你看診 會不會緊張 第一次 會不會 你最新 一定會的 其實在實習醫師的時候 就幫忙去試著去解決病人的問題 那時候就很緊張 第一個人走進去 人家看你一副就是呆頭呆鳥 就實習醫生的臉這樣子 早就叫混夜店 就對你變信心 對 一去就這樣 這一次 這也要不要 你昨天玩到的就是玩到現在 金割包皮 整個過程大概要多久時間 一般大概標準40分鐘大概要啦 如果說你認真的去做它 為什麼會 因為它要一針一針的去縫 要縫包皮要縫一針 所以這叫金割包皮 對 割包皮是不一樣的 對 其實割包皮有很多種 就是有的是 割包皮有一種是什麼 一拉起來刀一朵 我已經等復原 類似 類似 就是拉起來然後剪刀就剪過去了 這樣就OK了 剪過去然後再縫一圈就OK了 那有的就是刀片仔細的這樣子 像只差沒有這個打工程圖上去 各位有個胎的 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 可是那個已經臉發青了 流汗了 醫生一直說呢 所以說金割包皮只要40分鐘 多久可以復原 一般來講大概兩三天會比較痛 那一個禮拜應該就差不多三口都好了 那你割下來包皮會留作紀念嗎 他是意思 給病人都不要了 變態啊 這個包皮不錯 我們自己像軍人 飛行人打掉一個飛機他就會 弄一個... 不一樣吧 你家裡有一個包皮紀念 你家裡有一個包皮紀念 藏病 醫生進來 你要幹嘛 割包皮 這都我割的 你勉強 你耍狠 我割的 怎麼樣 你這個還好 你割過多少包皮 還滿多的 割滿多的 有沒有100個 超過的啊 超過 幾百幾千 割包皮王 那個... 那個算很少啦 幾百幾千算是很少 幾百幾千算很少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樣... 這樣...好了 照你現在比例幾百幾千 還OK嘛 那如果說到了趙醫師之後 就是已經上億了 對 絕對幾萬台而已 幾萬台 你算台的 對 一台刀 兩台刀 兩台刀 數語... 對... 因為我們都算一根兩根 你算台的 我們有點嚇一跳 就你醫生的角度 你覺得男生是 非常需要割包皮嗎 其實... 一定要割嗎 其實有研究指出說 如果有留著包皮的話 對女生的子宮頸癌的機會 會造成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 細菌 對 會有比較機會 常污納過另外有帶病毒的機會 趙醫師 那您第一次就是真正 上檯面 會不會緊張 有沒有人第一刀下去很亢奮 終於等到 有... 有亢奮到最怕最怕擔心的 確實是發生 當你力道太深的時候 他就直接進到封箱 刀子直接切到副箱裡 對 因為你從來沒有真正的死 拍過這種時機的話 你捏拿不住你的力道 是 這就是外科醫師 非常非常需要實習的地方 經驗 經驗很重要 所以說外科醫師來講 經驗是一個讚很大比例 非常重要 譬如說切太大的意思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你是白癡嗎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怎麼問 我一個這麼優秀醫師 有沒有 好 我不問你 天啊 有沒有醫師 失手過然後切到 你剛剛講的腹腔 把內臟切傷了 對 你要這樣 對 有沒有人 難免... 在機率上來講才免... 那切傷怎麼辦 沒有... 馬上處理 馬上... 馬上處理 因為什麼 馬上就有師兄在旁邊 對 其實你遇到的第一個 所謂你的精神科的一個病人 第一次的門診是什麼 還在門口猶豫說 要怎麼進去 還是要警察先進去 還是我先進去的時候 我就因為病人給拉進去 其實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 進去了你知道 然後警察就進來救我 對啊 警察繼續救你 因為那個病人有暴力傾向 瘋狂 瘋狂 對...所以我說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 剛剛當醫生的時候 比方說像你這樣去 他有暴力傾向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比較笨啊 剛剛只當醫生不曉得 就警察說 他就把配槍放好 那怕危險 怕他窮 所以我正在門口 正在說要等他還怎麼樣 就被病人給拉進去這樣 然後咧... 他拉進去就拿那個 很大的那個毛巾啊 是 包住我的頭啊 把頭捆起來 對 他就... 不讓你看 頭跟脖子 所以... 所以那頭沒辦法講話這樣 那警察不嚇死了 警察沒有 他就很快就進來了 然後其實他講一句很好笑 我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他說你包錯人了 他不是你哥哥 他其實他以為我是他哥哥 我去知道就對了 他習慣性的這樣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這是醫生來了 他才把我放下來這樣 精神科醫師遇到這種狀況 或各種狀況 你們一般是用勸說的嗎 還是直接綁架送到醫院去 沒有 那時候要趕快跑 對... 神仙自保再說 對...那時候不能... 如果他有攻擊傾向 通常不要跟他面對面的一個爭執 你們就是因為各個都有一些怪狀況 你們可不可以一人舉一個 講說你們印象最深最怪的一個狀況 或者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病例 對 以前有遇過一個Case 他就是流浪漢 然後他來的時候是陰莖整個被擠掉 然後剩個皮然後掉在那邊晃那樣 誰幹的 就... 就是我們也是很好奇 後來去問問 那後來是他說 因為他是街友嘛 就是晚上睡在路邊 然後就睡一睡 可能不知道誰怎樣 就給他褲子脫掉 然後就... 惡作劇 就嚇到了 這個惡作劇也太多了吧 有接起來嗎 後來是有接起來 那還在... 還可以 最常去找你的病...病例是什麼 找蟹 無法勃起 如果是性功能方面 應該都是這方面比較多 都是這方面 那找蟹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找蟹的話 其實滿大因素應該是跟... 心理... 心理... 就是要請問... 李醫師... 李醫師請問一下找蟹最大的理由是什麼 就... 認為自己會做得很好 結果不來 讓我三十分鐘就... 三分鐘... 所以大家對這個事情 還是平常心看待 對 對不對 精神科裡面有個藥物 會讓這個人吃了之後 抗憂鬱劑 會讓他一直不屑 好啊 有兩份 那去看病尿科 常看的病是什麼病 最常 最常應該還是小便解剖 因為看到泌尿 就想到說一定是... 小便解剖 小便解剖 比如說他... 尿到鹽之類的 對... 他血便會痛 血便會... 或者是... 憑尿一直... 一直跑廁所 一個小時跑 一直晚上一直跑 那個不是應該是... 攝護腺跟膀胱的問題嗎 對... 攝護腺有關係 那攝護腺跟膀胱也算你們的嗎 對...都是 連腎臟... 整個病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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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不是滋花瘤病啦 那個是很早 就是從膀胱到... 輸尿管到一路下來都是...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會開腹部的手術 那你們... 密尿科比如說... 他突然問你說 我懷孕的事你會知道嗎 什麼... 密尿科問懷孕 對...比如說他在看密尿 正面問你懷孕的啊 那我這個... 你會跟他講嗎 你說... 就問說關於說懷孕的一些注意事項 對 因為我覺得膀胱跟子宮 是很近的嘛 對 那還分成兩顆 對啊 因為要走不同的路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密尿科的一些道具好不好 非常正典 接下來進行國王醫學教室 到底密尿科又成為了秘密 讓我們來看一看吧 第一項我們顯顯易懂 這個就是針筒嘛 對 針筒 這有什麼好介紹的呢 針筒它其實主要是配合這個 導尿管使用 導尿管 導尿管這麼粗啊 這是細的耶 這是我們一般康芒尺寸的 這是16號的 有到20、22、24更大都有 那有人的那個... 那個尿管這麼粗嗎 它這個的話 一般的尺寸大概是 這樣子不會說太不舒服的感覺 那如果再更大的話當然 我長期放尿管 我輸尿管沒那麼粗吧 不是 這個要... 這個... 從尿道口放進去 放進去是不是要先麻醉 對啊 我們那個就是會有潤滑的凝膠 那不麻醉的啊 它本身有麻醉效果 它會經過黏膜吸收會有影響 那個尿道黏膜 因為像我們做膀胱器 怎麼也是從尿道進去 我問你喔 就是這樣嗎 進去比較痛 因為出來就解決了 可是各有各的說法 那有的人認為說 因為進去的多半是 就比如說已經全身麻醉了 就比如說我們講 沒有喔 我是講那種開刀的那種 開刀 那就不會覺得怎麼樣 那出來的時候聽說也是 拔的時候就難過啦 來邊是頭 這邊是... 你要用這邊穿進去啊 那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個 你要接那個尿袋啊 湯哥有概念喔 接尿袋 對 這接尿袋 然後另外這是打水球用的 打水球幹嘛 這是我今天拿針筒來的目的啊 這就直接往那個尿道頭 對 就慢慢的送進去 所以蠻痛的 所以我們不會拿這個來練習 可以互相抽血 可是應該不會互相來插導尿袋 真的是事情鬧到 對啊 所以還是好好的保護自己的小弟 好 那既然今天醫生這麼義氣 那我們就請全委現場示範 來 OK 那這個打水球是要幹嘛 因為這個尿管嘛 那很細 那而且它並沒有任何的 可以卡住的工具 那所以我們如果 好不容易很辛苦 那病人挨得半死 然後終於放進去了 大家皆大歡喜 可是你沒有讓它固定 它是不是溜出來 就又再來一次 所以有人發明很聰明的一個idea 就是從這個進去嘛 然後可以打個水球 你看下面它就會 水球就會出來了 所以它其實是靠這個水球 其實所有醫務人員都知道 可是但是我們一般民眾 比較少機會去瞭解這個東西 很硬耶 對 才卡得住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怎麼覺得你剛剛講這一段的時候 你有快樂的感覺 沒有啊... 才卡得住啊 對 一般打水球會打到這麼大顆啊 一般... 我剛剛打大概10CC左右 一般大概其實6到8CC 嚇死我了 一般再打2、30CC 40到大 有些手術會打到100CC 幹什麼 大象 因為我們色物線是在膀胱的開口 那如果說我們最後一個 比如說色物線太大 把色物線都刮開了 它口就變大了 如果你用這個小水球 它兩秒鐘會溜出來 OK啦 所以說在打的時候那個病患 會不會感覺到那種壓迫 不會 因為它這時候已經進到膀胱裡面了 就是已經在一個空腔裡面 它不會有感覺 那你有沒有遇到那種 插不進去的病 插不進去 一般都還好 除非它尿道有損傷 因為它有什麼損傷 有啊 比如說它撞到 玩過頭了 比如說騎摩托車摔車去 蹬到下 所以銀骨它可能尿道有損掉 然後裂開啊 那個就不能用這個亂搞了 這樣 你把它這個 對啊 你如果硬要放進去的話 就是那個 然後就戳出一個洞 它這個會不會流血 不會 其實這個 會不會造成我們人體這個 有一點受傷啊 受傷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會用滿好的潤滑 而且去有經驗的去做 這個醉身可以插到哪裡 膀胱 它就是放到膀胱而已 它不會在... 不會給你插到胃 這個長度可以插到膀胱 可以 那一般大概整個我們會 插到膀胱會整個放到底 就是整個都看到 剩下只剩下這樣子而已 然後打了一個水球 不然的話你如果沒有放到底 你就打水球 它可能會撐在尿道裡面 就把尿道撐傷了嘛 尿道很細嘛 你不能... 好了 以後再把它拉出來 打好水球再把它拉出來 請問這裡請問一下 各位有沒有尿質 我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我跟你講就是... 我們就等沒有了 我們把水泡都放到 好不好 這個是... 接下來這個 這什麼 這東西它其實... 它英文是叫 那它主要是拿來做一個 揚尾的一個檢查 揚尾還可以檢查 可以 因為我們揚尾 有分成心理性的 或者是它本身器官有問題 那這個它主要是來抓說 你到底是不是器官有問題 我們看到兩個圈圈嘛 那這個我們一般 套哪裡咧 就是... 小弟弟 套在陰莖上還是頭上 一個套在根部 然後另外一個套在那個 就是龜頭下的那個 那個溝溫的地方 是 卡得住這樣子 我們平常的時候 需要把它綁在那個 病人的大概腿上 然後讓它住院 然後睡覺 因為它在睡覺的時候 它放鬆的情況下 如果還沒有勃起的情況 那就可能真的是 這個勃起有問題 就不是心理的問題了 那我們都做好以後 最後會把這個機器拿來 接到電腦 有一個資料傳出來 就可以給醫生做一個判斷 那你自己會 這兩個圈圈都變小了 你看都說到很小了 你自己比如說表現不好的時候 你會自己來試驗一下嗎 所以我們密亞科醫師 還滿多工具可以來自己 試驗檢查 因為今天沒有客人 對 沒有客人 對 藥品 把我的鳥墊 怎麼都拉出來墊一下 那你們在這裡面 是你們的可惜嗎 因為你們隨時在檢查 資源比較多 而且你們懂得保養 基診室 其實一般來講 送來的病患 都是比較緊急的 那你有沒有看過一些 你印象深刻的病患 印象的 原則上來講 大概 我講一些 算七月來 事實上 醫學這種東西 是非常科學的東西 可是有時候你 由不得你 我們既然是人的話 由不得你想到 非醫學的 精神層面的問題 我想理醫師就知道 那是你無法去解釋的 我自己個人本身來講 我在大理人愛服務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曾經 開車的撞到一個人 就是大理附近的居民 那因為我 那個時候 我自己本身是血液的 我當場現場 有給他做急救 然後找129的 就送到我們急診室 然後那個時候 整個的團隊 我都叫了 包括神經外科醫師 開刀防麻醉科 都stand by 插管 做完電腦斷層 腦內出血 後來還好 不需要開刀 我給他送到 加護病房 送到加護病房 我認為 我跟神經外科主任 商量了結果 認為這個病人大概三天會醒來 後來就一直不醒 我始終不相信這個事情 後來正好有一個朋友 是第三眼 三隻眼 對 第三眼 那以前就認識很熟的 有時候就到我們下面喝茶 後來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那神經外科主任也講 他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就找了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就幫我看了一下 他就說 人 以他們的觀念來講 人還是魂跟身是可以分的 所以你雖然說這個人 已經救到加護病房了 他說那個魂還在那個地方 在原地 在原地 那是下午兩點鐘 我跟他說的 然後他就把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到了他過了兩個鐘頭以後 他才跟我講 那時候我還在值班 他說你現在上去看 行 今天是雙七月 確實是這樣子 後來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 我一直跟我年輕的學生講 不管你在急救的時候 或者在處理一個病人的時候 你永遠要記住 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問題 你在急診室有沒有看到那種 就是那個黑社會 都已經送到急診室 還在那邊打打殺殺 有喔 追進來 一批人進來 送一個病人進來 你處理完了以後 他又出去 不到一個鐘頭又再送回來 又會打 同一個人 又送回來一次啊 對啊 他外面再打再進來 這難免 這個很猛喔 很猛 那你有處理過槍傷嗎 對 槍傷有 槍傷是比較不容易處理嗎 因為我聽說啦 槍 子彈打過去就 貫穿 就像一根燒得很紅的鐵棒 戳過去一樣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對 它那個是有熱度的一個加速度 還有一個震動力 機械力 所以它那個殺傷相當厲害 我們曾經開過一個肚子 穿子彈過去 然後進去開了以後 十二個洞 很奇怪 它那個子彈是弦的 它是螺旋形的 所以它一進 從這邊一進去 從這邊一出來以後 十二個洞 對 它在裡面的子彈 在裡面繳 然後一直穿過去 所以你要整條長的拉出來 整個來確認 所以槍傷其實來講 不像電影上那種 OK 沒有問題 穿過去了 沒事... 藍波有沒有 還弄個火藥就燒香 真的都唬爛對不對 藍波 藍波你不要再騙喔 小小現在年紀大了 對... 退癮... 精神科的 你覺得印象最深的嗎 病人 之前有一個比較奇怪的 他自稱是國父 他說他是孫中山先生 對...然後他叫孫義仙 他簽名就叫孫 同義書就寫孫義仙 我們開始跟聖誕證不一樣嘛 什麼改名的 你不姓孫 怎麼會...對不對 他堅持他名字就是這樣子 因為住要同義書 然後他住不到七天 他打算要出院 他要去廣州 不是 他答案... 他答案說要跟聖誕代後 那個... 密會 密會 他要說服他 我們怎麼勸都不行 因為病患如果沒有絕對的 立即傷害自己的危險 或者有傷害行為 我們是不能阻擋他出院 所以他只是一個幻想而已 或忘念而已 那你會不會常跟他... 比如說那位孫先生來了 你會不會跟他聊很多 那滑滑岡汽車烈士 那時候是什麼回事 你講一下不來 然後你就辦公一個 講著了一下 不過就是最後 就告訴我鎖哥這一招 我們怎麼勸他 要好好住院 他都不相信 那最後我們就有人就冒了 陸浩東的名字寫封信給他 他就相信說滿清之在追他 他住在我們院比較安全 他就不打算出院 最後我們就有人就冒了 陸浩東的名字寫封信給他 他就相信說滿清之在追他 他住在我們院比較安全 他就不打算出院 那你有沒有試過他面唱 我們國父 首創革命 你有沒有這樣唱給他聽過 他沒有 不過他常常問我說 他胡子去哪裡 這個厲害 我們再聊一個就是 當SARS那陣子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想法 對這個病毒 工作 就是因為醫院你們可能 沒有跑到第一線去嗎 我們那時候就是第一線 全部都第一線 我們那時候在醫院裡面 我們是第一線接受 除了SARS以外 他還是精神病患的病人 我們醫院當時是這個狀況 只是社會可能還不曉得 又是SARS又是精神病患 因為和平醫院跟其他醫院 他是不收 有疑似SARS的精神病患 所以通通收到我們醫院來 我非常感動就是 那時候我們醫院很多醫師 我們不用抽籤 通常有些醫院可能 有醫院還要抽籤 看誰來照顧這些病人 我們醫院當初是搶 大家搶的要去 那反而是抽籤說 誰不照顧這些病人 大家覺得說 都有責任把它做好 所以這是我對我的同事 跟我們當時的這個環境 覺得當醫生做到這種 服務的精神 那時候是滿感動的 那當時泌尿科有這種狀況嗎 我們又有泌尿科又有SARS 可是我們每天也是冒著高風險 在醫院方面 對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來的病人有沒有SARS 所以有SARS期間 你們照常營業就對了 SARS 對 還是要多 不舉的還是可以來 不舉的還是不舉 不舉他的家庭 不能說不舉就不能得SARS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急診科是最危險的 第一線 對 它是開放式的 那個時候 每一個急診室的醫師 都是有帶那種 要全副武裝 全副武裝的 那也是辛苦 不過SARS在這期間 我們的病人比較可憐 因為你要為了防止它唾液噴出來 你是戴口罩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知道大家 戴安全帽 你們啊 安全帽 全罩式 因為它會抓我們的頭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要戴安全帽 類似這樣子 全罩式的 來去照顧病人 來自照顧病人 沒有 在病患的時候 看很多醫師那時候 照顧SARS病人的時候 除外科的前輩人們很辛苦一樣 我們精神科碰到 因為病人會來抓你 他會想出院 所以就看到很多戴安全帽的醫師 就是進到病房裡面 那很奇怪 那安全帽 然後下面是白袍 對啊 然後有人妄想這件 我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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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麼說 今天呢 我們還是要為我們全國的 所有的醫生朋友鼓掌 因為你們真的為我們大家 身體健康呢 貢獻了很多 對 那SARS那段時間 全民真正看到你們這個 內心中的那個偉大的那一面 我們鼓掌表示 好 今天呢 也非常高興請到三位來 跟我們聊一聊醫生的一些乾苦談 對 其實我們也學到很多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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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郭光芳的暑假作業 光芳俗下作業 孫彭學舞篇 鴻哥的作業目標 是在三十天之內 學會國標舞 並且不認具地跳完指定曲 而他上到的進度 已經學會了指定曲的 三分級的舞步 而鴻哥今天作業 並不是去跳舞 而是要去挑選驗收 當天所需要穿的專業舞衣 而距離驗收時間 剩下十五天了 鴻哥能夠順地完成作業 還是會遇上大挫折呢 就請大家繼續看下去囉 不會吧 不是要選衣服嗎 怎麼約我來這裡呢 這樣子 是我亂想還是怎麼樣 這樣不太好嗎 鴻哥我確定你想太多了 只是臭小魚在旅館的對面 你就別再做白日夢了 老師 等一下 不錯 今天滿準時的 我每天都很準時 真的嗎 對… 好希望繼續保持 因為我今天還比較找得到 對 我找得到 是老師比較準時 這樣可以嗎 好…了解 那我們可以上去嗎 好 那有通關密尾嗎 不是 沒有 不是 劉老師指 還是要按電影 按電影 OK 是的 接下來 我們就要去挑選鴻哥 所要穿的舞衣囉 這位公寓散機師 並且李琦琦 今天我們又請 舞衣的專門店曾老闆 以及劉哲老師 一起幫鴻哥挑選 最適合他的舞衣囉 其實在國標舞的世界裡面 他服裝還有分什麼舞 什麼舞穿的是不是 有… 而且我們在國標世界裡面 我們女生的服裝 分得更細緻了 像這一套就是標準的 拉丁舞的比賽服裝 像後面這種 扭長的 是 對 這種一套 大概都要 七八萬跑不了吧 對 要七八萬 七八萬啊 對 那這次怎麼好意思 讓老師破費送我一套呢 這個是鵬哥要送我的吧 難道… 不是嗎 是… 是… 我努力… 那Tango呢 Tango… Tango… 是不是比較便宜一點 沒有耶 像紅色的這個 就比較順暢Tango 這是…Tango 對 或者是像黑色這種 那老師比較喜歡哪一套 我都喜歡 送 真的嗎 對 好 謝謝鵬哥 老闆 那等一下就 跟鵬哥散一下 對 給你 好不好 三年勤款一次 給我 沒有問題 鵬哥 你真是太大氣了 一套五一七八萬 竟然一口氣都送了兩套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 好像是挑選自己的五一吧 究竟男生穿的Tango五一 是長什麼樣子呢 難道是劉正老師手上這件 火紅又樓空的五一吧 還是請鵬哥來試穿看看吧 這樣不對 真的嗎 要站在外面 這不是紮進去嗎 紮 這個是要站在外面這樣 對不起 這位同學你很討厭 怎麼會 人家你不要拉出來 對不起 可是因為我剛剛進入國標舞的世界 所以一切都是朦朦朦朦朦 而且它這裡面有一件耶 對 這裡面這一件 各位觀眾 這一件我穿了我就不行 你看蕾絲 整個好像那個女生把絲襪 拉到絲襪的感覺 這個我又想到 我國標印象的那個年代 然後有點透明的那個 我們叫那個叫什麼 Buddy Buddy 對 太子 太子 太子的那個年代 鵬哥這件火紅的性感舞衣 穿在你身上好像不太適合 我看你還是趕緊脫下來吧 而接下來鵬哥即將換上 探戈專用的舞衣 這套舞衣會比較適合我們帥氣的鵬哥嗎 不要 怎麼樣 不得不得 有一種 還沒有穿哪 這麼高啊 對 要穿得掉 好兇 鳳姐有穿過這麼高腰的嗎 這個 這已經到我胸部了 這應該是胸部了吧 會不會太高啊 它本來就穿到胸部的 然後用吊帶的 胸痾 胸痾妳應該來 這是妳的最愛 老師妳覺得為什麼 我覺得 我想讓妳趴車 沒有啦 帥 帥 折騰了好一會兒 而總算大致決定了鵬哥 躲去的舞衣 不過此時滿新歡喜的鵬哥 還不知道待會兒要回到舞蹈教室 將面臨溫和崩潰的場面喔 嗨 鵬哥 嗨 今天 你好 我跟妳鄭重介紹是位 我的老師 真正的一代舞王 周智鵬周老師 是的 眼前這位就是一代舞王 周智鵬老師 曾經獲得許多國內外舞蹈大獎 也是許多大牌明星的舞蹈老師 而今天請他來 究竟要給鵬哥什麼樣的正行教育呢 周老師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周智鵬 不要這麼說 今天要給妳很困難的動作 不要 老師老師 鵬哥他一直說 他是 我幫妳下舞蹈課事業的 就是嘛 對 而且他 不是 就是嘛 那個是 那個是學歷 希望妳要看起來像舞王 我再特別把周老師請回來 我不是舞啊 我不是舞 今天周智鵬老師來了用意 就是要示範鵬哥指令曲 所需要呈現的舞步 鵬哥你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囉 我覺得有誤會 這有誤會 這太狠了 太狠了 這個才是我學的嘛 前面那個是 其實這個才是我學的 最前面那一段 我是 這可能周天有點誤會 你剛剛問一下製作人 這個沒辦法弄啊 對不對 老師 那個趙老師不好意思 那個 這個是我要跳的 對 我覺得 我專門成為您設計的 沒有其他說話 只能來找藉口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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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我覺得 事情很大的 不是 這樣子 這樣子基本上 跟我當初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該接下去 怎麼收這個文 這個不是嘛 這個 這怎麼可能弄得好咧 我跟你講這樣子會出事情 不能這樣子 我到時候要怎麼面對 大家 在前兩個禮拜 一路順遂 信心滿滿的彭哥 在看完周老師的師範之後 自信完全地崩潰了 陷入了學舞以來的最低潮 不但與製作單位 確認是不是真的要跳這一支舞 甚至還要謙言放棄禮賽 到底在剩下15天中 他有可能會學位 這個高難度的舞曲嗎 還是他會這樣子放棄呢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喔 而本週彭哥的作業進度 停止目前 依然只會指定局的 前三分之一舞步 而他的 請支持彭哥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上網投票 給他鼓勵 還有機會可以得到 嘻哈叫我們台北演唱會的門票喔 很多吵架的時候 都是黑人在讓 那只有一件事情是黑人 我跟你講 什麼事 就是有份球 籃球方的意思 一流進 他在示範箱的時候 欸 你要看報紙 然後覺得很難過 應該是巧合 然後第二球 再進的時候 你出來拉桿 你進來又 然後還在看報紙 從上半場到中場 他都在看 那天我肯定 他應該是要找公主 哈哈哈哈 連求職籃都看了 你知道嗎 他應該是 三年一年 我肯定去年 你去年 多扯